接下来请收看 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第一百货公司建于1990年 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建筑 然而在上个世纪末 这栋建筑在一场大火中灰飞烟灭 化为乌有 起火的原因我们已经查明 是一楼的装潢工人施工不当所引起的 第一百货公司的废墟 闲置了十年后 又重新在那里建了新东方百货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 刚刚开幕不久的新东方百货突然失火 并从一楼一直延烧到顶楼 整栋建筑物复之一具 更令人惊讶的是 起火点与当年引起第一百货火灾的 几乎完全一致 刚开幕不久的新东方百货 昨晚突然失火 损失惨重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 这次的起火点 竟然与当年第一百货的火灾 几乎完全一致 大家对这两起大火议论纷纷 但谁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直到有一天 一位曾经在第一百货工作过的张先生 讲述了一件少有人知的事 这才让众人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你好 我是东南日报的记者 你对这场大火有什么看法 我想应该是巧合吧 两家百货公司起火的时间相隔了十几年 起火点相同 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我可不认为这是巧合 你们难道没听说过 过去第一百货起火前的一段时间 就有预兆了 是吗 有什么预兆 我也是听我朋友说的 我那个朋友以前 曾在第一百货工作过 他说火灾前的一段时间 公司就不太顺了 每次举办户外活动时 无论多好的天气 都会立刻变天 不是狂风就是暴雨 从无力外 真的假的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当然是真的 难道你们发现 新东方百货盖好后 也一直不太平顺吗 哦 好像真是如此哦 新东方刚完工没多久 就有位年轻女子 从楼上跳楼轻生了 原因不明 这事我们曾经报道过 对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不太平顺 这个地方有怨气啊 这都是报应 报应啊 当初就不该杀他的 不杀他 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啊 这位先生 难道你知道这栋大楼起火的原因 是啊 这里之所以不断出事 都是报应啊 你可以跟我说说看吗 那是1998年的事情了 那时候我就在第一百货上班 哎 小张 你拿着这么多工具做什么啊 今天我要和刘组长去维修地下的管路 哦 那快点啊 我们几个下班后 等你一起喝酒呢 好啊 你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很快就好了 然而 我和刘组长去检查地下管路时 突然听到一阵阵怪声 学生望去 我俩看到了管道中 有一条数米长的奇怪大蛇 它太大了 而且头上还有个蛇关 好了 这段管路没问题了 组长 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这里湿大大的让人不太舒服 嗯 没问题了 我们回去吧 哎 什么声音 组长 这里不会有什么怪物吧 哈哈哈哈 小张 你的胆子也太小了吧 我看 是老鼠发出的声音 你用手电筒照一照 哎呀 我的妈呀 这 这是什么怪物 组长 快 快跑啊 当时我被吓坏了 轻易地跑了出来 哎哟 小张 你慌慌张张的跑什么呀 小张 这么快就检查完了 哈哈 不会是怕我们不等你喝酒吧 别开玩笑了 我刚才在地下管道里看到了一条蛇 一条大蛇 它还长着蛇关呢 小张 你还没喝酒 怎么就开始说醉话了 蛇怎么可能有蛇关呢 我看你是眼花了 我没喝醉 也没眼花 我说的是真的 我和刘组长都看到了 不信你们下去看看 怎么样 我们去看看吧 好啊 如果下面真有条大蛇 我们就抓它当今晚的下酒菜 好久没吃蛇肉羹了 还真有点想念呢 你们不会真的要下去吧 当然啦 等我们抓到了它 晚上请你喝蛇汤 那条蛇真的很大只的 嗨 没关系 我们多找几个人 一起去抓它 后来 那两个宝拳又找来了 两个身体强壮的帮手 他们一起去地下管道里抓蛇 具体的细节我不清楚 只知道 他们四个把那条大蛇 抓住后当了下酒菜 小张 你听说了吗 我们这里的四个宝拳 将地下管道里的那条大蛇 抓住了 啊 他们真的去抓那条大蛇了 是啊 哎 我常听老人家说 无故大蛇杀龟 是要遭报应的 组长 你说的是真的吗 嗯 小张 哎呀 刘组长也在啊 我们已经把那条大蛇打死了 今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喝酒吃蛇肉吧 什么 你们要吃掉那条蛇 是啊 那条蛇那么大 够我们饱餐一顿了 你们将那条蛇打死 已经是很不对了 怎么还要吃掉它 这实在太残忍了 刘组长何时变得这么心善啊 你不去就算了 你不去就算了 小张 晚上你可要来哦 嗯 谢了 我也不会去吃那条蛇的 死后不久 第一百货便复制一具 而那四位宝拳先后离奇死亡 无一幸存 我相信 那条大蛇的怨气一直聚集在这里 它无缘无故被人类打杀 所以它怨恨人类 因此直至今日 悲剧依旧重复发生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是啊 有时候人类对待动物实在是太残忍了 所以才遭受了那么多的报应 是啊 记者小姐 这件事情 你应该报道出来 呼吁一下大众 希望大家不要轻易伤害生灵 要尊重生命 众生是平等的 是啊 也希望你的文章 能够安慰那条不幸被杀的蛇 希望它能早日安息 庄先生夫妻二人 对于互生放生 总是不遗余力 因此 他们的女儿小英 也深受父母的影响 经常帮助一些小动物 好了 小家伙 你的伤不严重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小家伙 吃点东西吧 吃饱了 伤才会好得快 爸爸 把我的面包也给小猫吃吧 小鹰 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面包 你舍得给小猫吃吗 嗯 这鸡小猫 现在需要补充营养 我的面包 就给它吃好了 它的双能好 比较重要 面包 我下次再吃就好了 哈哈哈哈 小鹰 你真棒 那你去喂它吧 庄先生和太太 经常会带一些食物 去给流浪猫狗吃 他们的邻居 对于他们这样的行为 感到非常疑惑 爸爸妈妈 你们在做什么啊 我们准备了一些食物 要带去给那些流浪的小猫小狗吃 那我可不可以一起去 怎么 你也想要去吗 是啊 我看 我们就带它一起去吧 小鹰现在长大了 应该可以让它跟着去了 嗯 好吧 小鹰 那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吧 哇 太棒了 吃饭了 吃饭咯 大家快出来吧 哎呀 怎么这么多只啊 是啊 现在有很多人 对自己的宠物 都不负责任 喜欢就养 不喜欢就把它丢弃 要知道 曾经被饲养过的宠物 要自己在外生活 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 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尽可能地帮助它们 嗯 小狗 来 这块面包 味道很不错哦 咦 你看 庄大哥他们 怎么被那么多猫狗围着 他们一家人 应该又是在 喂那些流浪猫狗了吧 啊 喂流浪的猫狗 吃饭吗 是的 这不太可能吧 喂那么多的猫狗 那需要多少食物啊 哪会有人自掏腰包 买食物喂他们的 你不相信的话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 天啊 庄大哥 你们真的是在这里 喂流浪猫狗啊 是啊 怎么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还花自己的钱去买食物 因为这些流浪猫狗很可怜啊 他们被主人抛弃了 没人照顾 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 我们能做的 不过是提供一些食物 尽量让他们免于挨饿罢了 你们一家人的心肠 可真好啊 这些猫狗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动物怎么会知道什么是报恩 怎么不会呢 动物也是有感情的 嗯 你说的没错 动物也是有感情的 我们对他们好 他们是能感觉得到的 当然 我们为他们吃东西 也从没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的 对嘛 他们什么都没有 要怎么报答我们呢 而且我们帮助他们 又不是为了要他们的回报 小鹰 你可真懂事啊 从那之后 小鹰每次都会跟着爸妈 一起去喂流浪猫狗 然而有一次 他发现有一些乌鸦 也会飞来吃东西 多吃点 你们都多吃点哦 嗯 怎么 你们也饿了吗 那一起来吃吧 这些猫真不乖 老是习惯抢吃的 这样吧 等一下你们跟着我回家 我再拿东西给你们吃 当庄先生替家人离开时 那几只乌鸦 真的在空中跟着他们 一直跟到了家门口 好了 没有了 都吃完了 下次再来吧 小鹰来 我们也该回去了 咦 好奇怪哦 那几只乌鸦 怎么一直跟着我们啊 妈妈 我答应过那些乌鸦 要给它们东西吃的 它们要跟我回家吃饭呢 原来如此 这么说 它们是你的客人了 那就由你来招待它们吧 小鹰回到家后 便拿了一些花生和剩菜 给那几只乌鸦吃 你们快下来吃吧 以后你们要是没东西吃的话 就来我家 我请你们吃饭 从那之后 那些乌鸦便经常来小鹰家做客 而每一次 小鹰都会准备一些食物给它们吃 自从小鹰开始喂食乌鸦后 它房间的桌子上 经常会凭空出现一些亮晶晶的小东西 通常都是些钮扣 耳环和五金类的小东西 咦 真奇怪 怎么又有这些东西了 究竟是谁把这些东西放在我桌上的 后来小鹰的书桌上 又陆续出现了耳环 小铁片 甚至还有她妈妈遗失的相机盖 妈妈 妈妈 你快来看看 这是不是你前几天不见的相机盖啊 哎呀 真的 我不是掉在郊外了吗 小鹰 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在我的书桌上 啊 你的书桌 这怎么可能 我明明是在郊外弄丢的 妈妈 最近我的桌上经常会出现很多奇怪的东西 有钮扣 有螺丝 昨天还有几个耳环呢 啊 难道是他们 是谁啊 小鹰 你下次躲在房间里 偷偷看一下 不就知道了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于是 小鹰便躲在了自己的床底下 他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书桌 因为他想知道 那些小东西 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没多久 那几只乌鸦飞到了窗外的树上 他们的嘴里 叼着一些亮晶晶的小东西 咦 这不是我经常喂的那几只乌鸦吗 接着 他们飞进了小鹰的房间 将嘴里叼的东西 放在桌上后 才转身飞走 原来这些小东西 都是乌鸦送来的啊 是啊 那是乌鸦送给你的礼物 是为了向你表示感谢的 妈妈 你早就知道了 没有 一开始我也只是猜想而已 并不十分确定 难道动物 真的知道感激和报恩啊 当然了 动物是可以和我们人类 做朋友的 你当他们是朋友 他们自然 也会把你当成朋友的 嗯 铭记恩情的灰叶猴 在云南的自然保护区里 有着丰富多样的植物生态 还有许多濒临绝种的野生动物 小李从灵业学校毕业后 便在自然保护区担任护灵员 他的工作就是定期巡视山林 由于自然保护区里 有很多珍贵的稀有动物 因此 经常吸引盗猎者来此捕猎 有一天 小李的同事在山上 携货了一个盗猎集团 救出了好几只动物 他们是怎么回事 盗猎的 是啊 刚刚抓到的 我们还从这帮家伙的手里 救出了好几只动物呢 你们真没良心 为了一起撕利 就杀害无辜 啊 这么多 是啊 这个盗猎集团实在是太可恶了 什么动物都抓 这时候 小李突然看见 其中一个笼子里 正装着一只 刚出生不久的灰烈猴 啊 是灰烈猴耶 看上去好小啊 应该是刚出生没多久吧 是啊 这只小灰烈猴 刚出生没几天 他的妈妈 已经被那些盗猎者杀死了 哎 真是个可怜的小家伙 那些盗猎者 真是太可恶了 就这样 那只小灰烈猴 留在了护灵队 小李自愿承担了 喂养他的工作 他对小灰烈猴 总是无为不至地 悉心照料着 渐渐地 小灰烈猴长大了 小李怕他失去原有的野性 于是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情感 将他带到深山里野放 这只猴子越来越大了 我们得把他放回山里 要不然 他会失去求生的本能的 是啊 虽然我心里很舍不得 可是 他毕竟 还是应该在森林里生活才对 小猴 过来 走 小猴 我带你回家 到了山林深处 小李将小灰烈猴放走 可是他怎么也不肯走 小李只好假装对他大发雷霆 小灰烈猴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小猴 你走吧 到森林里去吧 小猴 山里才是你的家 快回去吧 你走 别缠着我 赶快走 再见了 小猴 希望你在山里过得好 后来 小李寻山的时候 小灰烈猴经常尾随跟踪 但渐渐地 他的身影很少出现了 小李心想 他应该是加入了新猴群吧 咦 小李 你看 那这小猴子一直跟着我们耶 好像是我们养过的那只灰烈猴呢 唉 算了 我们走吧 小李 你在看什么 好久都没看到那只小猴了 是啊 他最近好像都没出现了 我想他应该是加入了新的猴群了吧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这一天 小李独自一人在山林里巡视 正当他在山谷中穿行时 突然脚下感到一阵痛楚 他的脚被盗猎者设置的捕兽夹 给牢牢夹住了 该死 这一定是盗猎的人放在这里的 救命啊 救命啊 真该死 这荒山野岭的哪里会有人来啊 我得想办法弄开夹子才行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传来了动物的脚步声 十几公尺外 一只头部有伤疤的射力 正一步步地靠近小李 啊 射力 哎 怎么回事 大部分的野兽都不会主动攻击人 但这只射力好像不一样啊 啊 他头上的伤疤 好像是被盗猎者打的 难怪他会这么仇视人类 小李看着虎视眈眈的射力 一步步逼近 不由地心生恐惧 正想捡石头自卫时 那只射力 好像受到了什么刺激似的 大吼一声 哭到小李身前 在他腿上猛咬了一口 啊 啊 啊 完了 我这次死定了 这时候 四周突然嘈杂了起来 一群灰烈猴 纷纷从四面八方 跑了过来 来到了射力的身旁 奇怪 射力可是灰烈猴的天敌啊 他们平时很怕射力的 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竟然会挑衅这只射力 在猴群中 有一只个头较大的猴王 指挥着众猴子 他们一起朝射力发动了攻击 射力也凶猛地朝猴子们扑去 但众猴子一见到他扑来便刺散逃跑 让射力每次都扑了个空 射力总是扑空后 他便不再理会那些猴子 继续将目标锁定小李 又朝他扑去 看来是不咬死他 绝不罢休 啊 这群猴子是要保护我吗 俗话说 狭路相逢 勇者胜 灰烈猴虽不是猛兽 但个个都很勇敢 因此仗着猴都势众 围住射力一阵猛攻 最终射力只能狼狈逃跑 啊 是你 小猴 是你吗 小猴 真没想到 你现在竟然是猴王了 想不到 我还能有机会再见到你啊 后来 小李用石头 奋力砸断了铁链 小井牙关 蹒跚地走回护林站 而猴王 带着他的手下 跟随了很久 见小李平安返家后 才不舍地离开 我们如何对待众生 众生也会有相同的反馈 人类善待动物 真的会得到 意想不到的回报啊 洪池中华护生协会 邮政画波 复明 中华护生协会 画波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账号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护持护生放生超度因生卫生胎儿 法师主法日期自9月14日星期二起至9月19日星期日至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每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地点云林观音响 里斯特加油站在一起 地点云林光火车站前备有机会 地点云林观音响 地点云林警却亲自身第三位 海报车站前央林观音响 海报转中国人 地点云林观音响 海报自家 地点云林观音响 海报转你 海报道 海报转水 海报转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同幸福 祈福 圆满生命